我们学院的斗馆是不对外开放的 但这次切磋的结果呢 会在全国高校中公布 所以虽然没有观众 但关注度并不低啊 大家都要加油哦 罗宋 你也是聪明人啊 不想做凤尾 所以跑去当鸡头 想想也是 你如果在燕都学府 根本就轮不到你出战 不得无礼 几位 抱歉 许同学说话比较直接 大家都担待担待 直接 也就是说卢一鸣老师 很认同这位同学说的喽 这个 贵校不应该有九名学员吗 今天怎么才来了八位啊 星子吞噬精魄 我随便问问 精魄是一个好东西 无论是明修星辰魔器 还是星云魔器 都有着巨大的价值 不过呢 在最早的时候 人们还没有通过 亡灵系的器皿学研究出魔器 所以精魄一直被当作 强化之物使用 强化星子吗 是啊 真是暴天天物 虽然这样做 魔法技能也会得到强化 但精魄无比珍贵 谁舍得为了一个阶层的魔法 耗费精魄 除尽魔法有七颗星子 每一颗都要为一个奴仆 技精魄的话 这钱都能买一个战将技精魄了 但是用来强化星子 那也好过摆在那条河上方 当装饰品吧 真是太恼心了 你还参不参加魔法杰磋了 对啊 这样的比赛真是没劲 萧院长给的宁神魔器 也很没意思吗 受人之托 终人之势 得 邱教授 我先走了 这是怎么了 敲起来了呗 那很好啊 我就怕那种磕磕气气的 搞得人不好意思展现实力 嘿嘿 我也是 哎 木奴娇 今天怎么个大法 我们这边出四个 他们那边出四个 团队比试 一共两局 两局怎么分胜负啊 因为本来就是切磋 名义上不会分出胜负 但最终抢弱还是会有分晓的 就看哪方的个人能力更突出了 哎 看来又得指望我了 得了吧 首轮出战都没你的份 哎 为什么 你还好意思问 第一局出战的名单都定了 你才来 哥们儿 给我加油啊 你跟沈明孝罗宋这俩货组队啊 没辙 不敢违抗生命 我赌一包辣条 你们会输 徐大龙 廖明轩 京京 赵明月 你们四个就来打着头阵 是 都准备好了吗 战斗开始 对手都要打过来了 你们还这么乱 有没有效力的啊 是中阶魔法 快打断他 我看你如何完成中阶魔法 你会吐息魔法吗 昆之灵 熊狼 再让你们享受一下 烈焰的滋味 是土系中阶魔法 炎罩 还以为你们有多大本领 我来对付 风寒 龙卷 这两败俱伤的事情 还是少作为好 太过分了 下手这么狠 但是根据个人实力来说 这一下子他们确实赢了 莫凡 木奴娇 宋侠 郑冰小 下一场你们上 顾浩老师 下一场还让我上吗 我的力量还没有全部施展出来 而且他们四个在搭配上 也有点不妥当 郑冰小是召唤戏 莫凡也是召唤戏 两个主修召唤戏的 在战场上不占什么便宜的 既然这样 那沈明相你代替我上吧 我建议 还是换下莫凡 既然你觉得自己是获胜的希望 那谁让出来不都一样 就这么定了 这次可别再输了 你等会儿 最好听我的指挥 不要妄自行动 输了你担待不起 以前我觉得你这人最多 自以为是了点 没想到还这么不要脸 你 佳佳 待会儿你多保护我一点 不能用模具的话 我就没什么防御手段了 这次比试 你最好拿出全部实力来 要是再输了 颜面上过不去 莫凡 你是召唤戏和雷戏对吧 你的召唤生物实力怎么样了 离战将还有一步之遥 那在这种级别的战斗里 基本上就是一头废丑 你的契约兽呢 那个 还没找到合适的 这么说来 你从新生大赛到现在 召唤线一点进步都没有 这不就等于 我们这边少了一些 中间魔法吗 陆正和 明聪 萧金鹤 小峰 这一轮你们四个上 老师 让我上场吧 你好 我以为慕奴娇已经够标致了 没想到燕渡就有这么出众的女生啊 宁雪 他们还不值得你出手 我们来应付就可以了 慕宁雪 你确定要上场 既然队长要亲自出马 我就让位了 这下明珠雪佛更加无敌自容了 这个大美人竟然还是队长 简直是我梦中情人的完美形象啊 这下糟了 这个慕灵雪很有名的 兵夕天生灵种 我们即便全部都上 可能都不是她的对手 莫法还是天生双戏呢 怎么比不了 这个兵夕女魔法是很恐怖啊 就是天生双戏要怎样 肯定不是她的对手 你怎么了 一年都不见 越涨越祸水了 你认识她 她是我大老婆 从未见过如此厚艳无尺之人 好强的实力 没有刻意地释放出气息来 却依然让空气的温度下降 战斗的时候 我会尽量牵制住她 争取将其他人迅速解决 我们再联手对付她 对付她 用我的美色不就够了吗 别拼了 她的实力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 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 真的很可怕 冰灌 这 这是冰之领域 领域这种能力多半只出现在高级 其中最经典的领域技能 便是暗影戏的丝业统治 重要的别的系也存在领域这一说 我的火焰只是反火 面对更高级别的灵兵 肯定要被克制了 必须先联手灭掉它 兵系领域终究是不是只会压制火系 还真不好说 雷印 怒鸡 别慌 为我所用 千军 雷印怒鸡 什么必要 莫凡 干得好 你以为可以安然无恙的召唤吗 你竟敢闯到我方阵意里面来 契约召唤 幽闻报狼 这人 斩将忌的狼独召唤术 唐卫 唐卫 缠绕 这唐卫的作用 几乎为零了 简直是猫鼠游戏 闭波 圣钻 必要 一起解决他们 你还是吧 我们这样太过被动了 小院长 若不是收了你的好处 我可不会这么卖命 木奴娇 你带着幽狼兽 牵制住幽闻暴郎 好 宋侠 用圣顿庇佑守我一下 好 好强大的寒气 逃退 甚至没有看到他们要画冰系星图 就能瞬间释放魔法了 莫凡 比赛到此为止 老师 我们 我感觉到了火元素 是一股非常强的火元素 什么 队长 明珠学府好像打算认输了 是啊 宁雪 收起你的兵器力量吧 免得把那小子弄死了 好久不见哪 宁雪 不要再伪装了 拿出你全部的实力来 莫凡 伪装 什么叫拿出全部实力啊 就算他有更强的雷系力量 被兵所控除 也无法脱身 是血红色 可恶 这家伙不是雷系和召唤系吗 怎么还可以加入火焰之力 三 三系 莫凡有三系 还以为你会对秦郎手下留情 没有想到 一出手就这么狠 我 我不喜欢火焰 我知道你是在考验我的实力 也是 你这么努力 作为男人的我 怎么可以没有一点本命呢 那攻击不如从命们 来一言 猎拳 立刹 不能追下去 风盘 天罗 竟然逼得我们队长使用第二线 这个莫凡他完蛋了 是灵机的风筝 糟了 陷入这风盘天罗的风眼中 会收集风之魔鬼的撕裂之痛 一拳 风之 烈拳 给我算 灵阻风盘天罗 就被他生生的给轰散了 双灵阻 总算找到一个勉强能和我打的了 该我出招了 你能快过我吗 谈兵兵所年谷 前军霹雳灭叉 不好意思啊 我这可是千军 切磋吧 点到极致就好了 你这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 我输了 是 是莫凡赢了吗 天生双系 雷系火系双灵种 又还是终结第二个级别 莫凡赢了 打败了帝都学府的王牌 这怎么可能 这种妖孽 估计也只有审判会培养的出来吧 没想到明珠学府 还有这样一号人物的存在 一场切磋而已 输了就输了 最重要的环节还是历练 我的幽闻暴狼再进阶一步 就能比莫凡强 可他也有召唤兽啊 那只幽狼兽 可是被我的幽闻暴狼玩爆 再说了 我还有另一手准备 总之校外历练的环节 咱们走着瞧吧